下午18点,中国女兰突收意外之喜 感谢王思宇,郑威亚洲杯立大功,姚明踏实了 大家好,我是直言,欢迎来到本期的直言聊球 这一期视频呢,直言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女兰 聊聊在中国女兰备战亚洲杯期间,咱们收获的一个意外之喜 可以说这一次伴随着整体情况的出炉 也是让中国女兰在亚洲杯去击败对手 去争取拿到奥运会的门票 同时在加州杯争冠有了更多的把握 那么郑威教练也是成为了本次中国女兰 能够去备战成功的第一大功臣 这样的表现呢,也能够让咱们来一些方面 让姚明主席放心,让全国的女兰球迷放心 而如果你看到本条视频,也支持我的看法 别忘了给视频,点点赞,点点关注 你的点赞将会更多关注和支持中国女兰 更多喜欢女兰的球迷朋友能够看到这一条视频 接下来呢,咱们就言归正传 一起和大家聊聊中国女兰 聊聊球队最新的一个消息 那么首先我们都知道 目前咱们中国女兰是处在加州杯的备战阶段 那么球队近期也是到欧洲拉链 去能够在赛前给球队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都清楚 本次加州杯赛事其实给中国女兰也是提出了更高要求 因为在加州杯赛事当中能够拿到前4名才能够力保获得巴黎奥运会的入围资格 所以说这一次赛事呢,中国女兰方面也是相当的去重视 咱们全国球迷也是一直在关注女兰备战的情况 但我们也都看到在此前中国女兰首战比利时的时候 确实给了全国球迷重重的一击 可以说那场比赛也是让咱们所有的球迷都为中国女兰捏了一把汗 因为首战比利时的比赛里 中国女兰当时是55比90 35的大分差输给了对手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确实凸显出了中国女兰很严重的问题 在世界杯拿到第二的这样一个名次之后 中国女兰却无法在和比利时的对拼当中去拿到胜利 这一点确实让广大球迷匪夷所思 也是让咱们中国女兰急需去在后续能够去整改 能够去尽快的亮剑 让中国女兰的队员们重获信心 而就在近期中国女兰也是收获了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可以说咱们也是在比赛舞台之上重新证明了自己 那么就在不久之前 中国女兰是完成了欧洲拉链和比利时的第二场人身赛 但是在本场比赛当中 中国女兰整体的表现相比于首场 确实有了很大改观 在这样的一场比赛当中 我们看到中国女兰虽然没能够击败对手 但是场上的分差非常小 我们最终是81比89 西败给了比利时队 可以说打响了一场很好的翻身仗 对吧 这样的一场比赛也是让广大球迷能够放心 因为目前中国女兰很多核心队员都没有回到比赛里 除了这场比赛 咱们的王思宇是个人完成了付出 这场比赛也是拿到了9分三助攻的这样一个数据 所以这样的一场比赛也是让中国女兰能够去扬眉吐气 重新找到主导权 那么重新让球迷们对于球队有了更多的信心和期待 而且呢 通过这样的一场比赛 其实更加凸显出了咱们女兰教练郑薇 她的指教能力确实非常突出 首场比赛我们输给了对手高达35分 而第二场比赛尽管王思宇付出 但是场上她只拿到了9分三助攻的数据 中国女兰在场上能够摇尽比分 能够达到最后一刻 可以说更多还是依靠郑薇所选拔的这些年轻队员 他们在场上及时调整能够去打出自我 所以这一次整体的比赛也是让我们对于亚洲杯有了更多信心 那么也是让蓝鞋方面让姚明更加踏实 未来我们相信只要中国女兰的核心主力 能够及时的归队 咱们在亚洲杯去争贯就不成问题 最后呢我们也是希望中国女兰能够在之后的比赛当中 更好的去总结问题 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优秀的年轻队员 在本次赛事当中在整体的备战里 能够上升一个台阶 为中国女兰后续的储备力量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好那么本期视频呢就留在这里 喜欢听之前聊球的朋友 别忘了给视频点赞关注 有问题呢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体育新闻事 下期咱们接着聊